随着疫情趋缓,国内旅游也日渐回温 农粮署和南投县政府农业处特别辅导县农会 在车城举办2020下午茶系列活动 除了设置南投特色好茶专区 更在每个月月底的周六办理创意茶席体验活动 让国人认识台湾茶文化,进而创造更好的收益 2020下午茶系列活动 接客艺术舞蹈,让民众一边品茶一边欣赏表演 并于正美馆内,这次南投特色好茶专区 行销在地的优质产业 农委会农业署和县府农会处置出 每月月底周六假日,办理创意茶席体验活动 以郁娇娱乐方式,教导国人认识台湾常文化 度给养样貌,进而增加购买医院 欢迎民众多多来参与活动 首先也感谢署里面 在这一波政兴经济的方案当中 优先选择在南投县水里正美馆这边 来搭配一系列的这些活动的推出 从7月份到10月份,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星期六 这边都有一个系列的活动 包括在今天下午茶揭开序幕 其实在现阶段大家走出户外的一个当下 那能够善用这些三倍券跟农优券到我们辖内的这些农场 或者是休息农业区以及各农会 这边都有相当好的优质办手礼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 那让南投县的这些经济 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买气的一个提升 我们的这个下午茶系列 还有我们所换售的农产品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可以追溯 产销履历或有机 也是我们各农会所辅导出来 那另外我们也非常欢迎选过 我们28家亮点茶庄所生产的这些茶叶 来参与体验的这些全国的这个同胞 非常欢迎能够上我们南投县农会的网站 上去罢名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 有会开四场体验的这个茶席 那每一场有六个桌室 每一个桌室有三十位 所以一天有120人可以来做实际的体验 耶 新农会表示 为了提高民众使用振兴香备券 及农油券火锣经济的意愿 该属经农会还推出多项优惠活动 包括消费满签 总Q媒水手包 打卡上船 从二媒给亚兵 以及免费茶席体验等 欢迎民众多多参与 在我们农粮署的政策支持之下 我们来推出下午茶这个系列的活动 来带动我们农业农村 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下午茶这个活动系列里面 维持四个月的活动 这四个月就是说 要让我们老百姓民众 来进来我们地区 让我们南岛这些好地可以提供出去 也让我们的好地带动我们的观光 我们的发肥 我们的水果一并的推出我们的内需市场 今天农粮署选到南岛 进观光促进我们的经济 在这里感谢农粮署 所长 长官 把这个机会来 让我们南岛农粮署来基盘 农粮署指出 南岛县茶叶种植面积 6518公顷 将市场面积超过一半 为我国茶叶出代产区 全民众用实际购买行动 支持农民 活络进行会 也可以获得相关的活动用会 此外 新的活动擦洗名额有限 请有意愿参与民众 到南岛县农会FB反式专业预约 获得现场报名参加 记者 乡幸福 水里采访报导